好 繼續我們要來看到的就是 陳吉仲不是說要去告徐巧欣嗎 然後巧欣就在臉書上面說 我笑你不敢 而且徐巧欣先告了 今天早上徐巧欣就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就按鈴控告農業部長陳吉仲 那同時呢 這個同時要選立委的 像這個張思綱 郵書惠 也都一起來到了現場 要告發陳吉仲涉嫌圖利跟貪污 不過中途也發生了這個鬧場的狀況 場面一度相當的混亂 好 主播觀眾帶你來關心 台北市議員徐巧欣日前是揭發 超私的進口蛋呢 當中驗出抗生素的要素 可能會導致致癌或是食安問題 批評政府是謀財害命 對此呢 董事部長陳吉仲在昨天 也對徐巧欣提出了民事告訴 而今天一大早 徐巧欣與張思綱郵俗會 一行人士來到了北檢 要來控告這個陳吉仲 是涉嫌貪污跟徒利罪 不過就在暗鄰的過程當中 就有遇到這個激進黨的人士來鬧場 場面可以說是十分混亂 但你來聽一段他們的稍早畫面 影片不下架量 你為什麼倒搖的影片不下架 你從高雄來 要不要先去高雄 岡山看看 你要不要去屏東 你要不要去屏東 陳吉仲真的是非常的奸詐 他其實只是為了用提告來轉移 他的記者會裡面 很多疑點都沒有說清楚的焦點而已 簡單來說就是貪污以及徒利 因為我們昨天看完了最新的記者會之後 發現續產會他們簽的約 跟陳吉仲所說的流程完全不一樣 這真的是太離譜 所有的稅 所有的運費 甚至倉除所有費用都是續產會付的 這裡面已經不是補助跟補貼了 買主就叫做續產會 所以它裡面寫到的是 續產會委託超市進行採購 裡面才會是代收代付 然後各項所有的費用 它通通付了 所以超市就是進口這幾批的蛋 它就可以爽爽賺三千多萬 超市在這個合約裡面的角色 如果大家仔細細看 它就是UberEat 可以聽到他們是質疑說 陳吉仲昨天公布的合約當中 其實是疑點重重 會不會最後背後的買主就是續產會 而超市就只是像是UberEat 以上就是在北京 為您轉換到最新把鏡頭交換棚內 好 不止巧心喔 他到了這個台北地方法院來提告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在王鴻 為了帶領之下是去了監察院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超市的報價文件 跟合約都非常的有問題 所以呢 拜託監察院 趕快起床 趕快來調查 來看現場 陳吉仲之前在去年年底 以及今年年初 因為他的失職失能 造成整個的市場混亂 大缺蛋 事後專案進口又出現了 疑暈重重的黑箱作業 黑箱的採購 那麼陳吉仲之前 因為他的無能和失職 他可以是一個笨蛋 但是呢 到了專案進口的時候 我們看到出現了黑箱採購 黑箱的作業到現在也說不清楚 甚至淪為業者的發言人 陳吉仲變成了一個壞蛋 如果今天我們的政府官員 又是笨蛋 又是壞蛋 難道我們不能夠做處理嗎 陳吉仲 你真的 不是提油救火而已 你的笨已經讓我們質疑這個政府 還有任何執政的能力嗎 如果不是你笨 就是你已經糊塗到一整個不行了 這個啊 套句我們知名的藍色蜘蛛網的台詞 我們只要眉頭一皺 就知道案情並不單純 碰到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貪毒的一案 唯有我們只好到監察院來 逼監察委員你們也要醒過來 我們要求監察院真的應該要動起來了 不要再裝睡的人叫不醒 要求監察院動起來 好好的追查 農委會 農業部 過去這段時間 行政的失職疏失 好 這個監察院要睡醒呢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啦 陳吉仲呢還親上火線開記者會 跟這些立委 他拿出了這個專案進口 雞蛋合約的六大重點 但是不講還好 記者會開了之後 大家問號更多 台北市議員張思剛 他也是這個要選立委的 他就說了 他說這根本 這個合約看起來就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等於說完全是在護航超私 那他就批評農業部 這就是擺明了 就是要讓超私這家公司 白白的賺錢 農業部超扯 第二個超私超爽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過去 我們這些雞蛋進口 一定要有實質的進口業績 那陳吉仲說 超私過去有從日本 進口雞蛋到台灣 然後從巴西進口雞蛋到日本的時機 但是我們叫陳吉仲拿出來 他完全就拿不出來 第二個超私在3月2號才復業 但是他跟農業部這個合約 從3月1號開始簽 難道這超私變成超時空旅人嗎 前一天會簽 簽完之後第二天就復業 顯然他的復業就知道說 有一筆大單要進來了 那這筆大單足夠他超爽 超幾年 所以這樣子一個合約 基本上就存在了很多很多的貓蜜 但陳吉仲從來沒有老老實實的 跟外面如實的說明 一直到昨天他把這個合約 拿到美光燈下 步入了之後 發現了更多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個 他說這個是一個代收轉付的合約 那所謂代收轉付 也就是說 他中間的超私 只是一個中間商 那貨款是由這個去廠會 給中間商超私 然後他就轉給了這個巴西的這些出口商 那這個就是所謂代收轉付的原則 這是一個 第二個 過去他說這些破損的雞蛋 不合格的雞蛋 銷毀之後相關的這些成本 是由超私公司來做負擔 但是這個合約 確實剛好相反 這個合約裡面 發現如果是一個不合格的雞蛋 被銷毀之後 相關的這些費用 依然由農業部來去做補貼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五本生意 是一個五本生意 那這個 他的合約這33條 那品質出問題 他的巴西雞蛋供應商 竟然開立報價文件請款 所以這相關的這些合約 基本上就在保護超私 農業部是定一個完全的不平等條約 在這種不平等條約之下 成績重到知不知情 那知情之下 為什麼還幫超私做很多的掩護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気子行者 好可惡 有意見 勉強 有意見 水流 從頭